这样我觉得 文静越不像是卧底 对 哪个卧底会一直这样暴露自己 兄弟 不愧是卧龙凤书 卧龙凤书 莫莫 你一定要听完 你刚刚讲完这句话之后 旁边文静姐 小人得知那个眼神 你都没看见 你不会骗我吧 莫莫 那我挺你 蔡文静 你真的有点过分了 你这里边就骗了一个最单纯的 我想问一下 我现在如何翻身呢 作为卧底前辈 给你的经验 忘掉自己是卧底这件事 这倒数第一 将倒数第二 来吧 准备 三 二 一 走 有了 太冲了 你怎么回事 我下去了 我又上来了 下去又上来了 好 下一题来了 请各位注意 请听题 请问谁是好六团 第一次见面 最尴尬的人 好 准备 请亮提板 好 准备 我是他 有七 可能我们两个的点就是一样的 对 老秦你选的是 我选大哥 不认之前还是有点比较慢热 卧底你觉得呢 我跟这次的大哥 他接了我的茶 他接我的茶 没事 你说 就是 其实我跟大哥第一次见面相谈盛欢 然后我纯粹的是跟票了老秦 因为这个白板太明显了